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固定理由 每天中午的12點 收看我們齊卡德森 我是顧德 在昨天晚上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會覺得說 哇 這個伴世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各位還記得嗎 今天是禮拜二對不對 在昨天 我們的五月台紙期 當大家都滿心的期待 禮拜三就是結算日了 禮拜三就是這個520的一個 總統就職了 應該會有一個不錯的行情吧 可是昨天從開盤到收盤 甚至到夜盤的部分 在晚上7點以前 他就是在750 780 750 780 就是更多小 就是不去 可是到了昨天晚上 倒窮公園指數一飛衝天 收盤將近快要收漲1000點 那我們的一個台紙期 也順著被帶了上去 突破了 好跟各位去講的 20週均線 可是很多人 回過頭 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覺得台紙期 難道真的跟人家不一樣嗎 難道真的跟人家不一樣嗎 昨天不管再怎麼樣去買多單 不去就是不去 買上去就是被打下來 買上去就是被打下來 結果當大家昨天都已經放棄了 晚上乾脆要好好休息好了 結果拿起手機看 天啊 怎麼到窮公園指數 這樣現去 在那一千點嘛 那我們的台紙期 也是這樣子一飛衝天 可是 讓各位更加驚訝的是 如果你看到 哇 還啊 昨天沒有多單 那今天 慶菜買也慶菜談 可是當你有這種想法的時候 我給各位看 我們這個是Live的節目 我給各位看 來 今天五月的台紙期 它是生怎麼樣 今天五月的台紙期 是生怎麼樣 跳空開高沒有錯 跳空開高沒有錯 但是 就在這個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剛好九點鐘 剛好九點鐘 我們的家權指數 開半夜開始台 開半夜開始台 開始台 一直台 一直台 結果你看 從最高點 九六四 這樣有台超過一百點 最低殺到了八三六 很多的觀眾朋友 會沒有辦法去接受 老師我真的過頭都忘記了 我們為什麼台紙期 這麼難玩 各位其實 在昨天 你有加TG的 我會非常建議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真的對指數 指數期貨 很有興趣的話 你真的手機掃描 這個QR Code 你加TG 裡面真的非常非常 多的保障 包括說昨天 你有加TG的 有沒有從下午 六點七點 現場實況轉播 一直到十二點 完整的一個轉播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各位 不就是這個嗎 不就是這個嗎 當昨天 一般的散戶朋友 大家心高才烈的 五二聯合行情 青菜明日 等下三四十點 也很簡單 一明日 就是三四十點停搏 三四十點停搏 買多 就是客人說 結果 算了算了 不要完了 十幾點噴 一噴就是兩百點 從七八零 直接噴到今天早上的九六四 那當今天早上大家看到的時候 哇 整個心肛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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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不去拼 好 你不去拼的時候 你不去拼的時候 拼在哪裡 拼在這裡 拼在這裡 接著啊 還好還好還好 啊 整個停順了 那又是一百點嘛 各位 如果是這樣子操作期貨 買三米是準太贏了啦 要什麼時候才會贏嘛 所以其實啊好一直跟各位去報告 你會收看到啊好的節目 我們是中華財經台嘛 每天中午十二點直播的節目嘛 其實各位你比一般的觀眾朋友 比一般的商務朋友還要棒你知道嗎 因為你是很認真在看待操作這件事情 所以你會想要去搜尋 讓自己可以更輕鬆的方式 來去創造財富的方法 那你看到我的節目 是不是不斷不斷的跟各位講 昨天晚上道瓊市發生什麼事情 在新聞面大家看到的是 他們的疫苗好像有進步的發展了 然後就收高了快要一千點 可是我們從技術層面 我們從這個盤斥架構 在上個禮拜三 在上個禮拜四 只跟各位去講一句話 叫做什麼 軍縣的後門 軍縣的後門 你告訴我 軍縣的後門 這樣道瓊就起一千點喔 唉 我就跟各位講 真正看有的 你就是看著的美角啦 來 道瓊 這是不是上個禮拜三 對不對 5月13號上個禮拜三 那時候七風殘雨 但是你仔細看他都是被誰打下去 是不是 打到六十日軍縣就被打下去 打到六十日軍縣就被打下去 在這一天 他甚至還破掉這個頸線有沒有 甚至還破掉這個頸線有沒有 但是我跟你講 你就看他的後門嘛 而且我那時候我講得非常慢 我講得非常慢 當你考慮到軍縣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看他的後尾門嘛 他的後尾門在哪裡 再來在哪裡 打打打 這三天他有再繼續疊嗎 這三天他有再繼續疊嗎 你注意看喔 他的後尾門在這裡 他的後門在這裡 打打打 這三天是這樣子 那他這三天是怎麼噴 這是什麼 磐式架構嘛 所以你昨天在那邊覺得說 奇怪 我們那台子棋怎麼買就是怎麼賠 怎麼買就是怎麼被打下來 是不是沒有那個520行情的 是不是沒有那個結算行情的 結果昨天晚上倒窮一起一千點 你看我們台子棋會去嗎 我們台子棋剛剛好漲到什麼地方 我們台子棋剛剛好漲到什麼地方 20週的均線 這個又是什麼 這個又是磐式架構嘛 所以其實昨天在節目當中 我上半段的節目 我幾乎都是在跟各位去講這個磐式架構 昨天我們的加權指數 在周線的部分 昨天是不是剛剛好開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剛剛好開在這裡 那我是跟各位講 你到底有沒有那個220行情 你就看這個嘛 你就看這裡嘛 這如果夠的條 誰沒有撞起來 要去打什麼 要去打什麼 20週的均線 今天有撞到20週的均線嘛 所以很多人覺得說 老師 這磐式架構看你 在講的涼式涼式 你也跟我們說 他的出色有白色 有什麼樣子 自己在看的時候 真的有看 有看就是沒有懂 各位那是我的專科 我每天你看這東西 我每天在看這種東西嘛 所以當昨天跟各位去講的時候 我有沒有更進一步的跟各位去講 為什麼我們的磐式會這麼年 與他遇到了一個什麼 這顆大頭啦 這顆大頭啦 這顆碗公啦 這個非常大的頭啦 2月份的這個大頭有沒有 是不是 所以當上個禮拜一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一 上個禮拜一 是不是剛才磐磐磐 是不是剛才磐磐磐磐 剛才磐磐磐磐 這個二月的這個大頭的時候 各位你看上個禮拜它是怎麼跌 從禮拜一 開始跌到禮拜五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那昨天好是不是跟各位講 昨天好是不是跟各位講 昨天好是不是跟各位講 你就看這裡嘛 看這裡嘛 他這個看撞得住嗎 他如果撞得住 今天一定是在上來打20日軍線 他今天一定是上來 再打這個20週軍線 今天有起起來嗎 所以你回看我一看 那我們現在的磐式架構在什麼地方 是不是剛才磐磐磐磐 是不是剛才磐磐磐磐 是不是 好 早就幫各位去規劃好的這個地方 包括他打到大頭 他回檔要回到什麼地方 包括他打到大頭 他回檔要回到什麼地方 這樣有清清澈澈嗎 所以各位 如果說你覺得自己在操作 真的壓力很大 我真的會建議啦 因為市面上的門派非常非常的多 我覺得每個門派都有它獨特的地方 那你慢慢的去搜尋 搜尋到一個你適合你自己的門派 你就一門深入 你就好好的跟著他做 好好的跟著他去學習 各位 不可以今天去吃 今天明天在那裡後去那裡 你這樣洗來洗去 沒了事啦 真的沒了事啦 你滾石不增胎嘛 所以其實各位你看我的節目已經120集了 我不斷的跟你講什麼 起貨你有辦法少做錯 你一定是賺錢的 股票你可以不盯盤 但是你可以賺得更多 因為你只要用盤式架構 因為你在看節目的時候 其實各位你搜尋到的每一個從業人員 他都是在幫你創造財富的 因為這個就是所有投顧的從業人員 我們最重要的共同目標嘛 就是在為你創造財富 可是如果你選擇的是阿豪 張家豪 你叫我阿豪就好 我在顧的投顧 我在為你創造財富的同時 我堅持用更輕鬆的方式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我們的TG很流行的 我們的Light也很流行的 因為大家在看現場實況轉播的時候 大家都看得下巴差點掉下來 天啊 怎麼會有這種情況 各位 如果你要跟著我做 我覺得有兩種選擇 有兩種選擇 第一種選擇是 你就跟著我的簡訊做 我簡訊我是打破斷的 你跟著我的手機簡訊做 我們是打破斷的 所以在昨天 你會看到說 天啊 怎麼晚上這樣噴起來的時候 各位 剛好Bingo 剛好Bingo 我給各位看 我們是怎麼打破斷 來 各位 這個是在昨天禮拜一 昨天禮拜一 在下午的2點47分 2點47分 因為我們台子期的夜盤 是3點整開盤 但是2點50分 他就開始撮合了 所以我在撮合之前 我就告訴我們 所有的簡訊會員 來破斷策略 780它是一個軋空點 破了就不應該再次有多單 所以750是我們最後的停損 750以下 你不可以再有多單 對不對 好 那反過來 你如果這個750 他都不會破 好 那就逮到了 那就逮到了 從780到840到863 這些通通閉著眼睛 都是可以進多單的位置 因為我們有個共同的目標 叫做20週均線 這個在什麼時候的簡訊 在昨天下午的2點47分 在夜盤開盤之前 結果夜盤開盤之後 哇 打下去最低點 剛剛好到多少 剛剛好到多少 755 你看好事 755 哎呦 怎麼這麼準 750就真的撞不破 撞不破就撞不破 好 你就被我逮到了 780大家都知道 那個是架空點 我們就開始買了 840 哎 已經賺錢了 加碼多 863 再加碼多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那今天這樣一個噴上去 有超過200點嗎 有超過200點嗎 超過200點嗎 超過200點的時候 各位 那我們今天早上 當一般的賞戶朋友 開始心肝火的 開始要進去追多單 你手上沒有任何一筆多單 你撞不掉 開始要撞多單的時候 我們再做這個動作 我們再做這個動作 來 863 呢 超過100點嘛 獲利一半 其他的 我們至少要賺他50點 是不是8.54分 再來 8.55分 一樣的嘛 840 波段多單 863 840 863 840 這樣也100點嘛 這樣也100點啊 獲利平常一半之後 我們至少賺他個50點 這個在什麼時候 在還沒有開盤之前 那你仔細看 你仔細看 我們的加權指數 我們的台子期 從什麼時候開始殺下來 我們的台子期 從什麼時候開始殺下來 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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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Live的節目就有這個好處 因為我跟你講的都是今天早上剛剛發生的事情 我們是不是在這地方 喬過100點獲利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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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台子期 當我們獲利平常之後 從幾點開始殺下來 從幾點開始殺下來 而且一殺就殺了多少 所以你說這如果沒走 那道口的鴨子不就被飛了嗎 道口的鴨子不就又被人家挖回去嗎 這就是我們的台子期啊 這就是我們的台子期啊 他就是這麼難搞 所以你要順著他的毛去摸 你要順他的毛去摸 他就會很爽 他很爽 你就可以賺到他的錢 這個是第一種情形 我們是打破斷的 變變變變變 喔 兩百點三百點 就上去 好 那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 你如果說老師我在上班 我根本沒有時間 我要上便當 我那個時候我在煮飯 我那個時候我在忙 我那個時候我在忙 但是我其他的時間 我可以自己看盤 我可以自己看盤 各位你看盤你要看出重點 其實你花那麼多的時間 在盯著盤面 其實我幫你去抓出來 你是在找出手的賺錢機會點 你是在找自勝的關鍵機會點 那各位 如果說你自己在出手的時候 常常咪哩 哇 剛好就堂堂不如一起的時候 各位 那因為你少了一個工具 來協助你 更方便的去找到他的自勝關鍵點 那就是MIS 那就是MIS的專攻期貨版 這個是我們五月全面發行的 我們五月份才全面發行的 所以當今天早上 當大家在九點鐘 看到加權指數開盤 開始要把它用下去的時候 各位 他告訴我們 這裡是一個放空的出手機會 10943在8點59分 就把它扛下去 扛下去之後 設好停損 接下來我們就等著收錢 當你看到了收錢的符號的時候 如果15點就把它扛起來 這就是MIS的專攻期貨版 這就是MIS的專攻期貨版 你手機 iPhone 來 你手機 iPhone 安卓通通通都可以用 你的平板電腦 iPad也可以用 你的筆記型電腦 你的桌上型電腦 甚至你還可以把它投影到 你客廳裡面 那個65吋75吋100吋的大電視 你如果這樣賺錢 你會覺得很爽的 因為你知道你在盯盤 你是有目的的在盯盤 你是有目的的在盯盤 你說老師 這個是不是每一筆單都賺錢 昨天我的節目 你可以去看 我對於每一筆單都賺錢 我有我真實的看法 該是停損 停下摸不走 再找下一個機會 10點33分 這又是一個放空的機會 放空下去 設好停損 接下來我們就等著收錢 這樣這MIS的專攻期貨版 它不只是日盤 它還有夜盤 夜盤的部分 我在TG 我都會盡量的跟各位去分享 我都會盡量的跟各位去提醒 跟各位去分享 所以各位 就看你個人的操作習性 以及你的工作的環境 有時候真的 你很忙的 沒有關係 但是你有空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盯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盯的時候 你就用MIS的專攻期貨版 你還是比較 我就是比較喜歡打那個大波段的 我喜歡那個一波 這樣兩三百點 三四百點 那個你就是 直接跟著我的簡訊做 所以各位 我們在這一個月 有一個活動 有一個活動 因為MIS在5月1號 我們才正式發行 你一定要指明 你一定要指明 是專攻期貨版 它才有台子期的日盤 加上夜盤 還有國外的期貨 小道瓊 小納斯達克 小羅素 小SMP 甚至原油期貨 紐約 清原油 通通都有 找鳥票 哪有興趣的 你可以打個電話進來了解一下 我們中場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會來跟各位分享更多 主力怎麼樣去吃散戶的豆腐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去化解它 化險為夷 等一下馬上回來 來 來各位 我們只剩下五分鐘 我趕快幫各位去做一個總結 各位 當你散戶 一般的散戶朋友 一定會有自己的預期 想像說 在這地方買個多單 一買進去就放台來 像今天 一買進去就放台一百點 像昨天很想要去買多單 但是不會去就是不會去 不會去就不可以把它放台 10倍所謂去加多兩百點 所以各位 怎麼樣去扭轉這種散戶的預期 反過來做 老師我也知道 這大家人也這樣說 主力一定是吃散戶的豆腐 問題是我不知道主力在想什麼 各位 我就是專門在幫你解決這個問題的 真的 來 我是為你創造財富的 我叫阿豪 我叫張家豪 叫我阿豪就好了 我在顧著頭顧 我堅持用更輕鬆的方式 來為你創造財富 來 兩種方式 你自己去做一個衡量跟選擇 因為每個人的習慣 操作習性不一樣 所以我提供 我可以幫各位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就是 我不要在那裡搖來搖去 我真的很無緣 我不喜歡這樣子在那裡搖來搖去 我喜歡打那種大波段的 各位 那你就簡訊會員 注意聽 簡訊會員 簡訊會員 我就會帶你做這種 這種一波三百點 我們就是這樣子一路的買 一路的買 一路的買 了解嗎 像這種 空間也不大 我們還是買 你說好事 不是都一樣 對啊 這種就是打波段的 這種就是打波段的 包括說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押回來 我們沒有去放空 因為我們還是看一個方向 我們還是打波段 包括說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很多人會覺得說 金本就不去 那道琼一漲就漲了一千點 各位我們就是這樣子買上去 我們就是這樣子買上去 因為我們有一個目標 那個目標沒有錢 到之前我們是不是就一路的買 目標到了之後呢 獲利平倉 獲利平倉 這種 就是一般的傳統的簡訊會員 你如果是跟著我的話 我們不會互多互空 我們就是胸猶尊尊 我們是用磐式架構在做 當磐式架構仍然是做多有利的時候 我們就是一路的打多單 OK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的話 在這個月也蠻多觀眾朋友喜歡的 因為他覺得說自己做 會比較有彈性 比較溜溜 特別是有時候他白天真的沒有空 所以他利用晚上 利用下班的時間 他有時間在盯盤的 這個時候在做 可是他會遇到了一個問題 因為他每次用眼睛在操盤 但是常常就是被盤操 我們說磐式就是這樣 事實上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因為你用眼睛在看的時候 你還是沒有辦法去突破這個 所以當你看到的那些決定 其實都是主力挖出來的坑讓你跳進去 那要怎麼樣去做一個客服 那你就要從主力的思維去客服 所以MIS 我們在五月份全新發表了專攻期貨版 它有台子期的日盤加上夜盤 甚至國外期貨 手機平板 筆記型電腦桌機 甚至你客廳的大電視你都可以投影 通通都OK 關鍵只有一個 讓你更輕鬆的掌握自勝點 這個就是MIS的專攻期貨版 好 你說老師 那是怎樣掌握關鍵的自勝期貨點 來各位 我讓各位一連續的看下來 你在盤中你在看盤 其實你在找的是賺錢的出手機會 MIS就是幫你去整理出來 這個地方它是一個買多的機會 買進去之後停損停利非常的清楚 該是停利的時候收起來 再找下一個機會 該是放空的時候 該是停利的時候 再收起來 這個是不是上個禮拜一 好 你看老師 那個是這個禮拜一 OK 那這個上個禮拜一呢 一樣 各位其實你每天 你在盤中 你掃的就是這個 你站起來就是這個 你掃的 你缺乏的就是這個 所以你當你用一個散戶的思維的時候 每次跳進去都剛好被主力修理 可是你如果是用MIS專攻期貨版的話 你可以用TG 我在盤後我都會介紹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樣去做一個出手 各位 該是出手的時候 該是停利的時候 請請測測 禮拜二 該是出手的時候 該是停利的時候 看著這個 看著這個 就是停利了 該是出手的時候 該是停利的時候 請請測測 甚至在夜盤 很多上班族在夜盤才有時間 好搬料 他有時間 你看著一般的看盤 是看上去又看向來 但是你用MIS專攻期貨版 你知道這是一個賺錢機會 你知道這是一個獲利平常的機會 你知道這是一個賺錢的機會 你知道這是一個獲利平常的機會 我給各位看 會不會損失一定會有 但是停損請請測測 不會跟你模擬兩可 禮拜三的夜盤 禮拜三的夜盤 禮拜四 做起來 再抬下去 再做起來 該是收錢就是收錢 禮拜四的夜盤 這個就是大行情的 你有沒有覺得最近好像夜盤行情都比較大 禮拜五 這個也不錯 好 禮拜五的夜盤 好 那今天 今天早上 當大家都想要去放空的時候 當大家都想要去賣多的時候 各位 跟著他做 該是收錢就是收錢 跟著他做 該是抽錢就是收錢 所以各位 我們在這個月 有一個找鳥票的活動 詳細內容進一步諮詢 好 祝福各位 我們明天見 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同事人 應獨立判斷小生評估 並支付投資風險 顧得投顧 諮詢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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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G